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阿东的解说 这一次我们重点关注阿祖法和康特之间的重要对话 这是关于土地和莫森之间的讨论 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 阿祖法今天也是平静了下来 康特心中的疑问像一块石头压在他心上 他急切地想要了解真相 阿祖法,你知道这个土地多值钱吗? 康特的提问直截了当 他想要为阿祖法买下这片土地 给他一个真正的家 但在这之前 他需要确认土地的合法性 需要看到相关的文件 他对莫森的不信任感油然而生 担心阿祖法可能被欺骗 阿祖法则以平静而坚定的语气 回答了康特的问题 他对莫森的看法与康特不同 他认为莫森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他向康特讲述了自己与莫森的过往 包括那些山间小屋的土地纠纷 以及他所经历的流离失所 和女儿凯撒的被盗事件 阿祖法的故事充满了坎坷和不幸 但他的语气中透露出一种坚韧和勇气 他讲述了自己与地主老爷爷的纠纷 以及老爷爷的儿子被监禁后 莫森如何为他提供庇护 这些经历让康特对阿祖法的遭遇 有了更深的理解 也让他感受到了他的不义和坚强 康特聆听着阿祖法的叙述 他的心中充满了同情和愧疚 他也向阿祖法倾诉了自己的经历 讲述了自己与母亲的争吵 被劫私抢劫的苦难 以及那些深夜里的哭泣 他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希望 希望能够带阿祖法和女儿一起回家 阿祖法表示能原谅康特 但是他不会离开这里 他不想再看到婆婆和吉尔纳 康特也明白阿祖法的难处 阿祖法也希望康特在这边帮他 但是不要带母亲过来 康特表示理解 他虽然愿意原谅康特 但他并不想离开这里 不想再面对婆婆和吉尔纳 他的决定让康特感到了一丝失落 但他也尊重阿祖法的选择 康特表示理解阿祖法的难处 并承诺会留下来帮助他 但不会带母亲过来 他的这个承诺 不仅是对阿祖法的支持 也是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弥补 随着彼此的经历和遭遇被坦诚地分享 康特和阿祖法之间的误会和隔阂逐渐消融 阿祖法昨天提出的离婚 不过是在情绪激动时的一时之言 而今天 两人的心情都平静了许多 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关系 康特继续追问工地上的材料还够吗 阿祖法表示不太够 康特表示明天他去城里购买 此外 康特也没有忘记对莫森的警惕 他提醒阿祖法 如果莫森出现 一定要立刻通知他 因为他想要亲自了解莫森与阿祖法之间的关系 确保阿祖法不会受到欺骗或利用 康特的举动体现了他对阿祖法深刻的关怀 和对家庭的责任感 他将自己身上的现金全部交给阿祖法 这个行为不仅是对他经济上的支持 更是情感上的一种承诺和信任的表达 尽管阿祖法一开始有些抗拒 这可能是出于他自立自强的性格 也可能是因为他不想过于依赖康特 但最终他接受了这笔钱 阿祖法的接受 不仅仅是因为当前的经济需要 更因为他已经原谅了康特 愿意给予他一个机会 重新建立他们之间的关系 他的这一决定 表明了他对康特仍然有着深厚的感情 并且愿意让他成为自己和家庭的新依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